就是4月27号的时候 已经把狗送医了 一条哈士奇确诊细小跟冠状 另外一条萨摩耶是确诊冠状 现在活的是萨摩耶 但是萨摩耶的状况有点不太好 杭州酒保蓝桥名院底层商铺 有一家宠备爱宠物店 4月24号 李女士在这里买了两条狗 花了2200块钱 活体宠物买卖协议上著名 甲方也就是李女士 在购买宠物后24小时之内 检查细小犬温猫温 如果发现有问题的 宠物店可以无条件更换 同等价位的宠物 24小时检测有细小冠状 我们是给您换的 但是这个我去咨询了一下 相关法律业务 还有一般的宠物店 说因为浅温跟细小这些病 都有7天的潜伏期 所以一般协议上都写的是7天有效 但是他们家这个合同 其实已经是一个霸王条款了 只有爆发的时候 你去查了吗 你去查了吗 他查了 另一位李女士 当天也在宠贝爱宠物店 买了一条金毛犬 加狗粮一共花了1300左右 两位李女士 当天加了微信好友 事后一沟通 发现他们买的狗 再抱回家三天左右就生病了 但是测了 在这里店里测的是好的 然后呢 就是我带回家 应该是两天都是很好的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就不叫了 我们家的狗 目前是冠状 被治了三天之后 准备出院了 然后突然间拉洗了 然后再测 就发现有细小了 目前两位李女士 各有一条狗 在宠物医院治疗 他们说 宠物医院说了 如果提前打过疫苗的话 小狗不会这么容易生病 打了 打得细小 在你们这里打的 不是 都是在全社的 同意拿过来打的 那你昨天说 给我们发的全社 打疫苗的证据呢 每个狗打完疫苗的时候 它起码有个接种证 或者接种的证据 对 这个是有的 给它看了吗 没有 因为我们是 为什么不给它看呢 因为我们是全社同意打的 不会说每一个狗狗 都会拿一个疫苗本 现场还有一位谢女士 是萨摩耶犬主人 李女士的朋友 她说自己在5月2号这天 特地去宠物店逛了逛 有考虑说买狗 然后上了二楼 发现里面有一个多月的狗 就没有断奶 它就已经在里面 已经在吐了 就是有视频 有问题的 比较严重的是一只 再吐的一个多月的是 三到五只 她当时看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 这个是别人拿过来寄养的 放在这边的 我说明天要去送去 从屋医院的 我当时是不是这样讲的 是你是有这样讲 但是 那如果别人拿来寄养的狗 有问题的话 会不会承认给你其他狗 这个 这个是有可能的 不过店员小张表示 有病的小狗 是最近才拿来寄养的 跟两位李女士之前 买的狗没有关系 小张帮忙联系了 宠物店的潘老板 买之前就给她强调了 我的东西要看你饲养 当然是 让她24小时去做检测 也有一个协议给她的 让他们自己看好之后 签词确认的 昨天我来店里 找你们来协商 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们店的叔叔 跟我说 我的狗 是我自己掐死的 这段我们有录音跟视频 您拍视频的也可以 我们这边也有 是不是 不要单听你 一方在那里说词 李女士提供的视频当中 宠物店的一位廖师傅说 狗是李女士自己掐死的 然后想来店里索赔 后来她说 她记得一万多块钱 如果你记得一万多块钱 我说是你自己 故意弄死的 你来找找我 我就这样说的 我们一开始的诉求 只是把狗的费用赔给我 然后他们 没有说医疗费用 对 医疗费用不用他们赔 没有提示说要赔一万 对 对 我们从来没有说 我们只是告诉他 我们花了一万 他们也说要赔多少 是赔狗 你说 你说 李女士提供了杭州下沙 真心宠物诊所开具的 医学死亡证明 证实自己那条哈士奇 在5月2号死亡 死亡原因是犬细小病毒 与冠状病毒感染 她说到目前为止 两条狗的治疗费 加上买狗的花费 一共一万左右 接下来宠物店的店员 也提供了一段 手机拍摄的视频 店员介绍 当时李女士 带着死掉的那条哈士奇 来店里 争吵过后 当时店员廖师傅 准备关门了 狗还在里面呢 狗还在里面 狗还狗买了的 我们狗是买了的 那我们宣传说 你门是不是要开开呢 你开啊 我告诉你 我们在哪里 你实际上要关门 你实际上真的不敢关门 关门了 关你们 在闹说 骂人了 哎呦骂人了 就你全家 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买病狗 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买病狗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乱说好吗 不要卖病狗 不要卖死狗 说我们的狗是好狗 打了疫苗的 这家狗 这家店 一天之内三只狗 都有问题 飞行狗犯 听得出来 当时双方的情绪都比较激动 那么三条小狗 顾客买回去三天后 哈士奇死了 萨摩耶和金毛还病着 存在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记者咨询了宠物诊所的医生 如果说他疫苗 三针疫苗全部接种了 然后这个疫苗接种成功了的话 他身体体内有抗体的话 他就不会得这个病了 小伙子 你们这两只狗到底有没有打疫苗 打过的 打了几针 打了一针 打了一针 没有三针打满 没有三针打满 打了一针 那他体内抗体程度不够 那还是有可能得传染病 传染性的 他什么时候传染上的 就没有办法证实 宠物医生介绍 像这种情况 无法通过医学鉴定来证实 狗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 也就是说 问题可能有点说不清了 宠物店潘老板的疑问是 两位李女士 带着一位谢女士 这次一起过来 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 现在的诉求是曝光 我没有任何诉求了 我的狗反正 不要赔偿 对 我不要赔偿了 那金毛呢 金毛 如果金毛回下来的 我也不要赔偿 那如果金毛 如果说金毛去关心了 那我要他们赔的 就是买过的钱 一两倍嘛 我什么都没有 我还付出了这么多的天的伤心 对此宠物店潘老板表示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 因为这次我还没有赔偿了 我刚才看到了 哪里这么说 有一步检查